我恢复事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妻子和孩子做最拿手的红烧肉,肉做好了之后,我把丈母娘也一起叫了过来,这饭都快吃完了,怎么看不见小慧他们回来,丈母娘看着桌子上已经冷掉的饭菜,喃喃自语,我没搭话,只是默默收拾着桌子,把剩下的红烧肉放进冰箱,同时还在冰箱里的还有剩下的。 那是小慧的一半,我是在那天早上发现不对劲的,我像往常一样听着天气预报,眼睛突然传来一阵刺痛,之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团白光,隐约之中,我好像看见了被风吹动的窗帘,我的眼睛能看见东西了。 自从两年前那场意外之后,医生都说能重建光明的希望很少,现在能自己突然恢复,已经可以说得上是奇迹了。 我连忙站起身子,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小慧,从今往后她就不用这样操劳照顾我和孩子了。 但就在我打开房门的时候,客厅传来的声音让我当场愣在原地,男女之间的污秽声音毫无征兆地传进我的耳朵,我的卧室和客厅之间正好隔着半面墙。 坐在客厅里的人,看不见卧室的门,我就呆愣愣地站在门口,身上仿佛被瞬间使化,一点都动弹不得。 在客厅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和我共同面对风雨的好兄弟临时。 你说周怀的眼睛还能看见吗?临时一边进行身下的动作,一边询问。 小慧现在正在兴头上,哪里顾得上回答她这种问题? 小慧,我弱弱出声,下一秒,客厅里的男女没了动静,但他们不知道我就站在门口。 从这里能看见,他们躺在沙发上的双腿,现在还是交叠着的。 怎么了?阿怀,妻子小慧的声音还十分沙哑,她勉强装作正常地回应我,家里有人吗?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了,我还是装作看不见的样子,扶着墙一点一点走到客厅,站到了他们的面前。 小慧瞬间慌乱,连忙拿过散落在地上的衣服,盖到自己身上,与她的慌乱相比。 一旁的临时,就像是没事人一样,表情细血地看着我,甚至还直接把小慧手上的衣服抢走,扔到我的脚边。 只要我往前走一步,就会踩到那么近,这个突然的举动,直接让小慧吓傻了,但她也想起来,我的眼睛看不见,稍微冷静了一点。 说道,没有,你听错了,可能是手机里的声音吧,她再次蹚进临时的怀里,我沉默了三秒,才再次开口,是吗?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你先回房间休息吧,现在家里有点乱,你不要摔倒碰倒。 嗯,现在家里的确很乱,整个客厅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既然他们想完,那我就陪他们一起好了。 我说了声好就转身回了房间,在我关上门的一瞬间,客厅里再次传来细缩的声音,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外面的声音才终于停止,变得安静下来,之后就是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没过一会儿,小慧进到卧室,拉着我的手说该吃饭了。 现在她的触碰,让我感觉恶心不止,我直接甩开了她的手,为了不让她感到异常,我说想要自己走过去,现在我对房间的布局已经很熟悉了, 就算眼睛看不见,也能轻而易举地走到餐厅。 她也并没有怀疑,可是看见饭桌上的饭菜的时候,我人都傻了,以前眼睛看不见,我吃的东西都是小慧提前放到盘子里的, 我只需要用勺子慢慢吃完就好,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但现在我看清了盘子里的东西,小慧你今天做了什么啊? 好香啊,我露出一个微笑,故意这样说,因为我看见在饭桌上,除了专门给我的盘子,还有很多丰盛的菜, 比如红烧排骨和椒盐大虾,这些都是我以前爱吃的,可是现在却不是给我准备的, 因为下一秒,我看见她给坐在饭桌前的临时碗里,加了很多排骨和虾, 嗯,还是之前那些东西,你一定是太饿了,嗅觉都出现问题了, 等改天我给你改善一下伙食,小慧撒谎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 一看就是经常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说话,而是按照习惯,一边摸索,一边走到餐桌旁边, 这次我故意摸了临时坐着的那把椅子,下一瞬,小慧突然抓住我的手, 把我拉扯到另一把椅子旁边,摁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下, 还给我的手里塞了一把勺子,差一点就撞到了,赶紧吃吧,她又撒谎了, 我面前的盘子里是已经长了绿色霉菌的米饭,甚至还能看见边缘不停蠕动的白色虫子, 这份米饭里,我已经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米粒,又有多少虫卵了, 上面覆盖的菜也是带着黄色的菜叶,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水分, 原来这两年的时间,她给我做的全部都是这种有营养的饭菜啊, 看着面前的食物,我忍住想要呕吐的感觉。 硬着头皮往自己嘴巴里塞了满满一大口,一瞬间酸烂腐败的味道直冲我的脑门, 就这样吃了几口之后,我实在吃不下,直接说了句没什么胃口, 先回卧室了就离开了餐桌,回到卧室之后, 我赶紧走到窗户边,打开窗户扒着窗檐疯狂呕吐, 把刚才吃过的东西全部吐出去,才肯罢休,没过多久。 小慧就端着一杯水走进卧室,看见我好好地躺在床上, 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到我旁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把我叫醒,阿怀,醒醒,你该喝药了。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在吃过午饭之后喝药, 但是前几天,我的肠胃不舒服,就算是喝了药,也会吐出来, 我装作刚睡醒的样子坐起来,等着他把水杯递到我的嘴边, 就在我即将喝下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 把头偏向一边,水顺着我的脸流到身上, 我的举动立马引起了小慧的警觉。 他问我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喝药,还在客厅的临时, 听到卧室的动静也走了进来,但他很谨慎,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看见他和小慧交换了一下眼神,再次看向我的时候, 带着审视,仿佛我眼睛已经恢复的事情,早就被他知道了, 之后过了大概一分钟,他碰了碰小慧的胳膊,示意他出去, 今天就先不要喝药了,你要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随后他把空了的水杯放在床头柜上,跟着临时一起走了出去。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思考,要不要直接告诉小慧自己已经能看见的消息, 让他能够及时和临时断了联系,我相信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肯定也是没有办法,才一时间被蒙蔽了双眼, 可是我却听到了他们共同的计划,我听见他们在客厅聊天, 临时的声音低沉,像是可以压低声音, 你要是想下半辈子好过,就要得到这套房子的所有权,周怀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你不能一辈子跟着他过这种保姆的生活。 我把卧室的门打开了一小条门缝,听见了他们两个的谈话, 没想到临时这个人表面上和我共患难, 我刚出意外的时候,总是他在各个医院跑来跑去, 给我找医生看病,结果现在却满脑子都是想着我的房子, 心中的愤怒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之前安慰自己的话,在此刻已经被完全抛到脑后, 没忍住我的腿碰到了门板发出了响动, 引起了客厅里面的两个人的注意, 他们说话的声音瞬间消失, 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阿怀,小慧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卧室门口, 看见站在门口的我,一脸惊讶, 同时还有一丝恐惧, 显然站在他身边的临时就显得冷静许多, 只是微微露出惊讶的表情, 随后很快恢复平静, 走到我面前,他的脸离我很近, 我们的鼻尖即将要碰到的时候, 他才停下继续靠近的动作, 我的睫毛微动, 呼出的热气吹在他的眼睛上。 我看到了他眼睫毛的颤动, 但他太聪明了, 他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要不是我现在的眼睛已经完全恢复, 否则我一定不知道, 在我面前站了一个身高一米九的成年男人, 小慧, 我没事, 就是想出门喝口水, 没想到这个门没有关炎, 不小心碰到了, 我有些尴尬地笑, 而在我面前的临时依旧没有动, 我说话的时候, 下意识收着点气息, 担心自己说话的声音太大, 让临时的表情有所改变, 从而自己没有办法更好地控制脸上的表情, 但此时, 我的眼睛已经引起了临时的怀疑, 因为那天之后,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来测试我的眼睛到底是不是已经重见光明, 比如, 每天在我喝的牛奶里加了颜色鲜艳的油漆, 之所以没有加白色油漆, 只是因为想要故意做给我看, 并且自从开始怀疑我开始, 临时就没有从我家离开过, 每天都躲在我们家的阁楼上, 不会让我儿子看见, 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躺在我身边的小慧都会悄悄走出去, 然后客厅又开始传来哀哑压哑的声音, 那天,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一时之间, 忘记自己现在是一个瞎子, 熟门熟路地走到卫生间, 还顺手打开了灯,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身后站了两个人, 小慧和临时还没有休息, 他们亲眼看着我是如何从卧室走到卫生间, 并且还开着灯上厕所, 一瞬间, 我的手心里浸满了冷汗, 不知道自己用什么理由来解释, 然而他们两个并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当做没事人一样, 悄悄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就在我以为自己十分幸运的时候, 转身想要回到卧室, 却没想到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如此大胆, 在我经过客厅的时候, 他们两个已经开始做运动了, 虽然没有发出声音, 但视觉的冲击还是太大了, 我还注意到临时在忙着身下的动作的时候, 那一双像是鹰一样敏锐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 不放过我脸上任何一个表情, 就像是盯着猎物一样, 只要我做出和他心中预判的动作, 就相当于自己暴露在他面前, 虽然我知道他们两个早就滚在一起, 但像今天这样, 在现场观看还是第一次, 我身为男人的尊严, 被他们这对狗男女踩在脚底疯狂碾压, 偏偏我还不能做出任何反应, 尽管我现在非常想杀死他们, 为了让自己的眼睛少看这些污秽的东西, 我没有丝毫停留, 赶紧回到了卧室, 而从那之后, 他们对我的试探也正式结束, 他们现在已经相信我的眼睛还没有恢复, 日子也算是和之前一样,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秘密的生活, 之后过了几天, 小慧突然和我提出了离婚, 虽然我也有这个想法, 但没想到会被小慧第一个提出来, 她之前说不舍得我手底下的财产, 我还以为她会为了这些钱, 而继续和我生活, 没想到她为了临时, 居然能放弃这些看重的东西, 为什么, 我的语气平淡到听不出任何情绪, 甚至还有点不知所措的无辜,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我已经是一个瞎子了, 现在还变成一个跑了老婆的瞎子, 你的病以后很难好了, 咱们的儿子还小, 现在是什么都不懂, 但以后在同学们眼里成什么了, 她会觉得丢人, 有一个给她拖后腿的父亲, 这样她怎么和同学们相处, 你就不能为了咱们的儿子想想吗, 就算你不为我考虑, 也要想想咱们的孩子, 希望你可以同意, 小慧说着说着, 还掉了眼泪, 真的像是一个把孩子 放在心肩肩上的母亲, 我装作认真思考的模样, 很久没有说话, 就在她等不及的时候, 我开口说道, 我觉得你说得对, 但我不同意让孩子跟着你, 你要是觉得我是一个拖累可以离开, 我不会强迫你留在这样的我身边, 但是孩子我不会轻易放出去, 因为我不确定临时能够很好地照顾他, 临时这个人太浮躁, 没什么耐心, 就算现在和小慧你请我愿, 但时间长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不放心, 听到我要霸占着儿子, 小慧直接急了, 差点跳起来和我争论, 我抬头看着他, 心中不免冷笑, 现在的他, 居然还表情的挺像一个看重孩子的母亲呢, 其实小慧根本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我们身边的人也把他平常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 都说他只管生不管养, 自从文文出生之后, 换尿部喂奶, 全都是我这个做爸爸的在干, 我记得文文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正好外出工作, 把孩子托给小慧照顾几天, 结果第二天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说文文的脸上, 有一个很清楚的巴掌印, 身上也有很多没有消退的余青, 后来我给小慧打电话, 对方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那些伤都是他打的, 原因是文文总是哭不听话, 就这样的母亲, 现在居然和我争抢孩子的抚养权, 真是可笑, 见我死活不答应, 她直接把儿子周文叫了过来, 当着面问他要跟谁, 文文的眼眶发红, 一看就是哭过, 他色缩地看着面前的小慧, 一点都不敢反抗, 可怜巴巴地说要跟着妈妈, 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心里是控制不住的心疼, 但因为现在的情况, 而没有办法把他抱在怀里安慰, 最后我只能答应, 只是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到时候周文还会回到我的身边, 得到我的同意之后, 小慧用最快的时间, 带着我去办了民政局, 要办理离婚, 但是有一个月的冷静期, 在这段时间, 他闹到了法院, 要进行财产分配, 现在他最看重的房子, 还在我的名下, 他又怎么可能罢休于此呢? 法庭上, 小慧直接狮子大开口, 正口就要房子的所有权, 他说儿子还要上学, 如果没有地方住血迹,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为了孩子, 他要我把房产正上的名字, 直接改成他的没了房子, 我要去哪里住, 我觉得他疯了, 为了钱有些不择手段, 你父母在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反正你就一个人, 直接住过去就好了, 他说的很随便, 我就像是一个东西, 一个物品一样, 随意放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任何照顾, 任凭我自生自灭, 最后我同意了,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跟着他住进别人的家里, 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表情, 我也只是冷哼一声, 现在他笑得有多开心, 将来就一定会哭得有多难看, 但我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让临时把我送过去, 小慧对我这个要求, 有些莫名其妙, 毕竟他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和临时之间的全部事情, 听到他欣然答应, 我才终于露出轻松的表情, 我老家距离城市, 大概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临时一路上并没有和我说话, 但我能听过后视镜, 看见他脸上的表情, 有不耐烦和急躁, 好像送我这件事情, 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不过也是, 小慧那边好不容易拿到了房子的所有权, 本来应该和我这个外人扯开联系才对, 结果现在他还需要把我送到地方, 在沉默中不知不觉到了地方, 我老家的村子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居住, 走了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看见一个人, 大哥,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行吗? 附近连个超市都没有, 临时一边说着关心我的话, 手上却在从随身带的包里拿着一些绳子和刀具, 难怪他对送我一点怨言都没有, 原来这也是他们的计划之一, 这里最合适了, 就是要没有人的地方才好, 我脸上挂着微笑, 看着面前的男人一步步朝着他走过去, 见我如此反常, 临时愣在原地, 很长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为什么能够无视周围的乱石而走得如此平稳? 临时, 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U盘, 放在手心里把玩, 眼底都是细血的表情, 你能看见? 临时这才恍然大悟, 一般说道, 我冷笑一声, 笑他的愚笨, 这里面是你和小慧偷情的全部视频记录, 其实我早就恢复了视力,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们, 只不过是想看看你们究竟能做出什么幺蛾子, 看来你们还真的是做了周密的计划呢, 不过, 你要是杀了我, 我的手机会同时联系当地的警察, 这些视频证据可不是只有一份, 到时候你们还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吗? 我深知他们想要什么, 无非就是我名下的财产, 但是我要是死了, 他和小慧一定脱不了干系, 到时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林氏一定不会这样让煮熟的鸭子从嘴边飞走, 果然他犹豫了, 但只有一瞬, 只要你死了, 你的财产就是周文的, 你别忘了周文现在还不到八岁, 他继承的全部财产都是小慧的, 看来林氏还不傻, 居然会专门去调查这些东西, 以前他可是一个大大咧咧, 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 要不是跟着我一点一点把他带出来, 现在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说着, 他拿着手里的工具, 一步步朝我紧逼, 眼神也随之变得很利, 就在他朝我袭击的同时, 我拿出了藏在怀中的菜刀, 这是我从家里带出来的, 也是为了现在而准备的, 林氏虽然长得高大, 却没有看上去这样强壮, 我知道他身上的弱点, 比如他拿着刀的手是左手, 而他的惯用手是右手, 他右边的胳膊受过伤, 根本不能用力, 下一秒, 在他碰到我之前, 我拿着菜刀的手, 已经提前一步碰到了他的脖子, 手稍加用力, 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 染红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衣服, 看着倒在我面前的林石, 我低着头, 用一种帝王般的眼神, 像看地上的蝼蚁一般望着他, 缓缓说道, 石头, 你不要忘了到底是谁把你带到这条路上的, 早年间, 它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小混混, 整天无所事事, 被家里人整天唾弃, 当时我正在创业, 看他可怜, 就让他跟着我一起干, 我们一起开大车, 在那个时候, 一趟还是有很多钱的, 我带着他, 跟我一起出车, 我们轮流开车, 赚得钱平分, 虽然很辛苦, 却非常开心, 一点都不觉得累, 后来我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 身边的同伴也逐渐多起来, 到现在有了一个完整的车队, 都是我和临时努力的结果, 可是两年前, 我出了车祸, 眼睛受伤严重, 医生说, 很难恢复如初, 我也成了一个瞎子, 事情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的, 我不能继续工作, 车队的主心骨, 自然而然成了临时, 而他能有今天, 可以说全都是我的功劳, 结果现在却趁火打劫, 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曾经的情谊, 也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大哥, 一边想着他和小慧的背叛, 我砍了他很多下, 每一下都带着强烈的愤怒, 等我身上没了力气, 才看到临时的整张脸, 已经看不出长相, 脸上的皮肉早就变成了碎肉, 为了不让别人找到他的尸体, 我不得已挖开了父亲的坟墓, 打开了早已定死的棺材, 把临时放进去, 可棺材却没有办法盖上, 因为临时的体型太大了, 我去别的地方, 找到一把生锈严重的斧头, 一点一点把临时的身体, 分解成好几块, 塞进了棺材, 重新钉上棺材盖, 埋上新土, 恢复成之前的模样, 这才放心, 不过为了今后行动方便, 在分尸之前, 我拿了临时的手机, 伪装自己已经被他杀死的假象, 用他的手机给小慧发了短信, 事情已经处理, 但看在我需要去外地躲一躲, 等着阵风升过去之后再回来, 很快我收到了对方的回复, 好, 辛苦, 等你回来, 咱们一家人就后顾无忧了, 另一边的小慧, 还在为了他们那用鲜血换来的未来, 而憧憬高兴, 殊不知自己的白日梦会早早破碎, 处理完临时之后, 我偷偷回了城里, 我用之前专门给小慧留的备用钥匙, 开了门, 想当初这还是我为了让爱丢三落四的小慧, 能够回到家, 而专门藏到地殿下面的, 结果现在倒是给自己行了方便, 我提前藏到了卧室的床底下, 等着他回家, 傍晚, 我听到他带着儿子回家, 而他们回家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周文喝水, 因为孩子之前, 因为不爱喝水, 生病住院, 花了不少钱, 从那之后, 小慧为了省钱, 就盯着周文每天都必须喝足够多的水才行, 所以每天回家之后, 他都会让周文喝一杯, 提前倒在杯子里的水, 但他们不知道, 家里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人, 那杯水我也提前做了手脚, 在里面加了一个成年人量的安眠药, 像周文这么小的孩子喝了, 一定会陷入熟睡, 不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会醒过来, 果不其然, 还不等小慧做熟晚饭, 周文就困得直打哈欠, 倒在沙发上直接睡了过去, 小慧有点纳闷, 孩子今天睡得很早, 但并没有多想, 甚至还觉得这样很好, 省得一会儿还要辅导孩子都作业, 他总是这样没有耐心, 对待孩子都时候, 根是一点耐心都没有, 什么都不想管, 要是我不在家, 他连饭都不想做, 每天都等着我给他们点外卖, 今天他刚从厨房出来, 看见已经倒在沙发上的周文, 嘴里还小声咒骂一声, 让他白白费力气开火做饭, 我在床底下, 把这一切都听在耳朵里, 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也更加相信自己回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的孩子, 我不放心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人, 哪怕这个人是他的亲生母亲都不行, 等到小慧回房间睡觉的时候, 我从床底出来站在他面前, 房间里暖黄色的灯光不是很明亮, 小慧看见我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从一开始的呆冷变成之后的震惊, 然后是恐惧, 他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已经死的人, 居然会站在他面前吧, 大概过了一分钟, 小慧才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 颤抖地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 你怎么会在这里, 说完, 他还不相信似的揉揉眼睛, 见我仍然好端端地站在他面前, 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惨白, 小慧, 你在做出那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有败露的一天, 我问出了这个隐藏在心中, 早就想问出来的问题, 自从我视力恢复之后, 发现他和临时两个人狼狈围艰之后, 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散, 你的眼睛什么时候好的, 小慧无比震惊地看着我那双正紧紧盯着他的充满怨恨的眼睛, 临时呢, 他在什么地方, 到了现在, 他还在找那个不能称之为救命稻草的畜生, 我没有回答的他的问题, 而是继续把自己心中的疑虑, 一股脑的全部泡出来等着他的回答, 小慧, 是我平时对你不够好吗? 为什么要背叛我? 刚结婚的时候, 家里的全部家务活, 全都是我来做, 他怀孕之后, 更是有求必应, 我把工作全都抛之脑后, 每天都寻思给他变着花样做好吃的补充营养, 孩子生下来之后, 更是给了他绝对的自由, 孩子的事情从来没有让他帮过忙, 虽然我知道他根本也不会帮忙, 总而言之, 在这场婚姻中, 我从一开始想的都是一家人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虽然不会大富大贵, 但吃穿不愁就好了, 但他却不满足于此, 可以用不知好歹来形容, 所以他早就应该想到, 有这一天, 扑通一声, 他跪在我跟前, 拽着我的裤腿说, 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能得到我的原谅, 你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你出事的时候, 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我当时害怕极了, 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照顾好你和孩子, 也就是那个时候, 临时成天往我们家跑, 你躺在床上不说话, 我和临时也越来越熟, 说的话多了, 也就动了那个心思, 但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一手挑唆的, 小慧说, 这一切全都是被临时哄骗造成的, 他也是鬼迷心窍, 我当时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 躺在床上, 每天也不说话, 他一个人照顾全家,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女人做不了的事情太多了, 更何况, 还要照顾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 和一个下子老公, 而临时的经常帮助, 也让他有了慰藉, 便由此产生了不好的想法, 两人也就像是干柴碰到烈火, 轰然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早就覆水难收, 那个时候的临时不停挑唆, 才到了离婚的地步, 自从和我离婚之后, 他也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现在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希望能得到我的原谅, 他还是想和我一起好好过日子地, 看着自己曾经捧在手心里的女人, 虽然做了一些不可饶恕的事情, 但终究为我生儿育女, 现在孩子还太小, 要是没有母亲对他今后的生活会有一定影响, 为了子, 我心软了, 并且在心里把今天的结果全都归咎于临时, 他这个人终究是贪念太大, 对自己没有拥有的事情心存侥幸, 可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终究是害人害己, 要是我出现意外的时候, 他能够和小慧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来往那么频繁, 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局面, 而且我也愿意相信, 我和小慧之间还是存有一定的感情的, 现在那个挑唆的临时, 已经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我和小慧的生活, 应该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时候, 于是在小慧哭过之后, 我选择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们又变成了一开始的正常生活, 每天都被柴米油盐充斥, 就在我们打算去民政局复婚的前一天, 我突然在衣柜的深处翻出了那个我带回来的手机, 因为长时间没有充电, 屏幕已经暗不亮了, 这是临时的手机, 是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这上面还有我冒充他给小慧发的短信, 以及屏幕上没有被及时擦除的, 已经干掉的血迹, 上次回来之后, 我就直接把它扔到衣柜里没有看, 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电的, 突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 找到充电器, 突然想看看这个手机上, 还有没有我没有发现的秘密, 可是在手机开机的那一瞬间, 间接不停的短信通知铃声, 足足响了三分钟才停下, 我看见最近的一条短信内容, 浑身的血液冻结回流, 久久不能从上面移开视线, 临时, 你到底去哪里了? 周怀回来了, 而且他的眼睛能看见了, 临时, 不管你去什么地方,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回来, 最近的这条短信的发送时间, 是昨天晚上, 小慧在决定和我复婚之后, 还满脑子想着临时那个畜生, 我居然还在为他的错误找借口, 真是太可笑了, 我去手机店找师傅, 把临时的手机解锁, 看见了上面从我回来那天, 就没有间断的短信, 大部分都是在问临时什么时候回来, 但其中有一条上面的内容, 直接让我定在原地, 全身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什么都冻不了, 临时, 要不咱们再做一次, 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瞎子吧, 就像之前那样, 不是很管用吗?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像之前那样, 我的眼睛之所以看不见, 和他们有关系吗? 可是我的眼睛, 不是因为出车祸导致的吗? 这都是小慧和我说的, 两年前, 我和临时两个人去外省拉货, 往回走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我休息临时开车, 但因为太困, 他打了个朵, 导致车子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我的头撞到车框上, 压迫到了神经, 导致眼睛失明, 在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在那条短信的下面还有一长段话, 几乎把我心中的疑惑, 全部都解开了, 当初小慧看上的男人, 根本不是我, 而是临时, 但当时的临时, 什么都没有, 还是一个小混混, 他家里人说什么都不同意, 最后小慧没有办法, 只好嫁给了我, 因为我家的生活条件, 在当地已经算很好的了, 我们结婚之后, 他也没有和临时切断联系, 而是让临时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专门找了一群人, 在胡同里堵着他, 只为了让我看见能对临时心软, 我也确实和他们想的一样心软了, 并且自那以后就一直把临时带在身边, 认作自己的兄弟, 有什么好东西全都想着他, 没想到自己居然是他们之间的一枚棋子, 而那场意外也是临时的计划, 他故意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在我昏迷之后, 在我的眼睛里滴了一种药水, 类似是硫酸那种强腐蚀性的东西, 到了医院以后, 又联合医生和小灰一起骗我, 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要得到我的财产罢了, 因为不甘心放弃我这边的财富, 另一边又同样不愿意抛弃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爱情, 所以才理所当然地脚踩两条船, 我翻短信的时候忍不住发抖, 心中的怒火也在逐步攀升, 就算是看到他和临时两个人在一起, 都没有现在这样愤怒。 然而下一瞬, 在我看到那条短信的时候, 脑海中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断裂, 我的理智也在这一刻全面崩盘, 我放在心肩肩上的儿子居然也不是亲生的。 周文是早产, 在小慧怀孕八个月的时候生下的, 他出生那天, 我正好和临时在一起, 听到孩子生下来了, 临时的反应确实很激动, 但我一直以为他是在为我感到高兴, 原来他并不是在为我高兴, 而是为他自己, 小慧在和我结婚之前就有了孩子, 所以这才爽快地答应跟我相亲, 不到一个月就和我结婚, 只是为了能让他和临时的孩子有一个新的归宿, 这么多年的相处, 我已经把周文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现在就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也不会轻易把孩子交出去, 我现在就像一个跳梁小丑, 好不容易原谅了小慧对我的背叛, 结果现在, 他居然还想着, 等临时回来之后, 再一次把我的眼睛弄瞎, 等小慧买菜回家, 我直接把手机甩在他面前, 上面的短信直呼呼冲着他, 看到自己发给心上人的短信, 居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直接慌了, 手中的菜都没拿稳, 直接掉到了地上, 土豆西红柿散落了一地, 可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去捡起来, 你怎么有临时的手机, 过了好半天他才说了这一句话, 没有对自己的解释, 没有找让我幸福的借口, 一开口就是问临时的下落, 真是让人心寒, 你把他怎么了, 语气中是满满的质问, 他一心只在意临时, 而从未想过临时是想杀了我的, 小慧, 你是真的想让我死吗? 我心如死灰, 当然, 别看你, 现在有了一点成就, 可不就是有一批人愿意跟着你吗? 你以为这些人都是真心的吗? 要不是有临时在中间做调和, 他们早就不愿意了, 你只知道自己赚钱, 从来都没有想着让他们一起发财, 有你这样的人做大哥, 有几个能服气, 你就是一个窝囊废。 他指着我, 越说越来劲, 跟着你这样的男人, 我在外人眼里, 就是一个没用的女人, 就因为你是一个老好人, 我就成了那个不顾家, 不配当一个母亲的恶毒女人了, 而你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我的吗? 要不是周怀, 我现在和那些浪蹄子没什么两样。 周怀, 这就是你父母说我的原话, 我一开始也是想要和你好好过日子的, 但我做不到, 太压抑了, 我受不了这种抬不起头的日子了。 小慧现在的模样, 真的像是一个泼妇, 说到最后, 她的脸上都是泪水, 她求着我放过她, 告诉她临时的下落, 让他们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还说没有临时她受不了, 还真是一段诚意满满的爱情啊, 你就真的那么想要和临时在一起吗? 我可以成全她, 但是想要带儿子一起, 这不可能, 那是我的孩子, 谁都不能把她带走, 见我松了口, 小慧看见了希望, 忙不迭地点头, 脸上也挂着笑容, 那天, 我们家久违的我做饭, 还是最拿手的红烧肉, 肉做熟了之后, 我给丈母娘打了电话。 说为了庆祝我和小慧今天复婚, 特意请她过来吃饭, 下午, 丈母娘过来的时候顺便接了周文, 一进门, 我就听见周文开心的声音, 爸爸, 你做了什么? 怎么这么香啊? 她蹦蹦跳跳来到我面前, 想要看看锅里的东西, 我挡在她面前, 温柔地揉了揉她的头, 让她先去洗手, 我给她盛饭, 我盛了满满一盘子红烧肉, 还额外炒了几个简单的菜, 端到饭桌上也显得十分丰盛, 哟, 买了这么多肉啊, 可真是辛苦你了, 丈母娘看见那红彤彤十分有食欲的红烧肉,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下去过, 这一顿饭她吃了很多, 并且还夸我买的肉真不错, 做熟了之后太香了, 让她控制不住的想要多吃, 阿怀怎么不见小慧在家, 她去哪里了, 丈母娘从一进门就东张西望, 没有看见小慧, 现在一顿饭都吃完了, 还是不见人影, 有些纳闷, 丈母娘对我还算可以, 尽管小慧那样看不起我, 但她母亲还是一个名士里的人, 总是帮着我们看孩子, 我对她并没有仇恨, 说话自然也是之前那副老实人的形象, 她说想出去转转, 就不让我们等她吃饭了, 等一会儿就回来了吧, 我一边给周文家菜一边说, 她并没有怀疑, 也就没有多说, 吃完了饭, 小慧还是没有回来, 丈母娘也不好, 一直在这里等着, 说了句, 时间不早了就回家了, 临走前, 还让我以后多让这点小慧,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我欣然点头, 说自己会按照她说的做的, 毕竟是要一起过日子的, 送走了丈母娘, 我把周文哄睡, 自己来到冰箱前, 这里面的冻肉还没有完全冻食, 血水流到抽屉里面, 冰箱的内壁也蹭满了已经变黑的红色, 小慧以后不会再走了, 因为她还有一半身子在冰箱里, 并且会永远留在里面。